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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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略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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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 是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周末 这里是HitFM 北部107.7 中部91.5 南部90.1 亦蘭97.1 花东107.7 我是Gigi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I See Bo 冰球乐团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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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Yeah 所以没有那个 大家好 我们是冰球乐团 这种自我介绍 太自私了 好啦 那还是要一个一个打招呼啊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 现在在讲话的人是谁 我们要透过节目 让大家辨识到你们的声音 好不好 好 我先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鼓手士杰 我是贝斯手Nielson 我是竹山王 我是键盘手萌 是好 然后这一次呢 带来了这个最新的专辑 我好斯文 没有错 嗯 为什么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 通常 通常称赞的这种事情 不太会自己讲啊 斯文这件事是称赞吗 哦对啦 这个人讲得很斯文 或者是最近大家可能 比较推崇斯文吧 你确定有吗 有这件事吗 这种斯文败类吗 斯文 因为斯文败类就是一个很冲突的 才会放在一起嘛 所以斯文通常还是包衣比较多 对 还是包衣比较多 还是称赞比较多 还是称赞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讲自己棒啊 就是我好斯文基本上就是跟我好棒差不多 是吗 但是这张章辑是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在里面 对不对 反讽因为要大家真的愿意去看歌词的时候 就是那个音乐可能一开始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稍微有点兴趣去查的时候才会觉得什么东西 就是怎么会是在讲这个 对对对对 但我很好奇的是我好斯文这整个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们团之前就出来过了 然后上一 对因为已经从热音社到现在就 诶不止九年了 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 没有啦七八年七八年 七八年吗 才七八年吗 还不到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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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天哪 对然后 七八年的时间了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比较像是想要做酷东西 就是有一个想要去学习的对象 后来觉得那样有点累 你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嗯 一开始的时候 后来这一张专辑在想的时候就觉得 那做一个比较贴近自己的样子好了 就这一项Icy Ball的感觉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 我们其实共通点就是喜欢音乐跟喜欢开玩笑 嗯 所以这张就是玩笑 感觉的出来 嗯 当初是因为 当然绝对是因为大家都很爱音乐嘛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讲一下话啦 不要都是帮你自己在讲话 每个人都要那个 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你竟然知道我就死帮级耶 这是我放在我家里面已经上灰尘的名字耶 所以现在是用什么花名呢 现在就叫王就好了 我觉得之后可能也会变 就叫王吗 就叫王 他可能一阵子的心情不断就在改一个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会不同的 不停的改名字 好像只有我是这样吧 对我们其他人 我觉得难以决定啊 就跟打电动一开始要取名字 花超级多时间 不会我都永远都是同一个名字 所以现在觉得自己是个王吗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一次开始讲王的时候 我很想要做一个 说大好我是你们的王 齐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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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嗎 我覺得他 從Sponge變成王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從很囉哩囉嗦變成一個簡單地路的感覺 因為以前會一直介紹他的名字嗎 還是 Sponge啊王胖啊 對啊 就是這些都偏榮腸 但可能他就是一個王 對 大家好是王 Nelson覺得呢 我覺得只是我們在私聊的時候 我們不太已經懶惰到就是 不太想把全名都打出來 所以就直接用一個簡稱吧 叫我最多王的是你 是喔 是王你認不認得 王是來源是什麼 就直接稱呼王 有時候直接寫信比較多 那萌呢 他學我啊 他就是萌啊 我先人 我先人 但是我知道他是萌啊 所以他應該一直都是萌啊 這樣就是放的時候我就已經是萌 所以你才是學他的好不好 看這個人個性有多扭曲 對啊 欸超人說別人超他 對啊 太過分了 但是從這樣聽得出來四位感情非常好 你們還記得彼此 欸為什麼互相看了尷尬的微笑 尷尬又不失禮的微笑 挺好的 對 好這個認識有七八年了 對不對 從結成你們還記得當初 認識就超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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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成 應該七八年 應該七八年 七八年 對因為從熱音射到現在 你們記得各自彼此第一眼的印象嗎 第一眼印象 我不會記得 因為那個時候 哈哈 因為那時候他是學弟 他是學弟 所以我看到他們只能鞠躬 敬畏 所以我是看不到他們 他看不到 那你有被欺負過嗎 你有被打壓霸凌過嗎 你看一下那個封面 那個專輯封面 請看專輯封面 有看到那個阿魯法 喔阿魯法就是你 喔阿魯法就是你 好可憐喔 這隨你的青春歲月就是這個 他在笑 你有看到他是強顏歡笑嗎 他在笑 我覺得你是享受耶 對啊 是享受耶 然後還故意把那個mark 壓在上面有沒有 好 我們要注重安全 必須的 你沒辦法說這個 因為地位不平等 是是是 那地位在什麼時候 慢慢有持平了呢 好像一直都沒有持平 這樣子嗎 你有這麼多不滿是不是 哈哈 一直都處於比較低下 就只有在不在乎而已 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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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段關係這麼扭曲啊 喔喔 所以你很在乎他們其他三位 這段關係只有你們在努力是不是 哈哈哈哈 講一下嘛講一下嘛 是記得嗎 當初 第一眼喔 嗯 王先來老王 王 欸可是第一眼 我的第一眼蠻特殊的 因為我的第一眼 我熱音色是 比較後面才加的 喔喔 對所以應該是沒 打球啊 所以你應該跟萌是一樣的地位 你比較晚加入的 沒有我 我是空降 對他是空降 空降部隊 我是空降 那地位也很高喔 因為以前熱音色是 他們都開一些很難唱的歌 所以主唱都留不下來 喔 所以後來你加入了 對然後才被找進去唱歌這樣 第一印象嘛 他們找你的時候 你心裡想的是什麼 想的是 你誰啊 比較反骨 因為那個時候光唱歌 是有流行音樂的時候 是有流音色 就是去聽那個北京唱歌 我覺得很多人去的地方我不想去 所以你才去了熱音社嗎 對我才去熱音社 才去熱音社 沒想到就這樣 那另外兩位呢 我對某的第一印象喔 他就是一個雙刀流學弟阿 喔 雙刀流的意思 為什麼是雙刀流 雙刀流就是 他不是Keyboard手嗎 可是怎麼打鼓社克的時候 怎麼這個人又出現了 也OK他都會 對啊 很強欸 雙刀流學弟 所以某就是鼓點底阿 然後他聽力就超好 然後所以就說 蛤 要教他什麼 教他去打鼓好 對啊其實那個時候的印象 比較像是這樣 就是有這樣一個怪胎這樣 雙刀流學弟 好像沒有什麼難得倒他的 那大家對Nielsen有什麼想法呢 對Nielsen喔 嗯 誒 沒有印象 完全記不起來了 誒我們第一首合作是什麼歌啊 那時候 有人記得嗎 我完全不記得 我只記得我在背歌詞 真的啊 我們三個有一些合作過嗎 好這個等一下 等一下再來考他們 好啊 這個我想要放在你們推薦歌曲 但是真的也 這真的算是一個非常 呃長久的友情 一路到現在 然後到最近推出的第二張專輯 而且你們這張專輯就是 剛剛有講的封面就是用這個阿陸巴 為什麼會用這個呢 因為這就是斯文的相反嗎 蛤 這個再解釋一下好了 再解釋一下 我們那天的拍攝就是 這一本裡面所有的照片 都同一天拍的 我們 對因為你們就是特別拉到這個深山裡面 然後本來是不是穿西裝 穿比較正式的服裝嗎 我們甚至那天第一個行程是棚拍喔 是在棚裡面拍 然後再去露營地 然後再去露營地 所以是本來就有設定露營地 還是在棚拍一拍你們就說 欸換地方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我想說你們也太瘋狂了 然後又跑去海邊 對 就是一樣是露營地的附近 然後那邊就是越喝越大 因為一邊拍邊喝 喝茶 喝飲料 大人的飲料 喝大人的飲料 大人的茶 可然他就說喝嘛 好不好 然後就越喝越大 對啊 那張照片是晚上拍的 這張是晚上拍的 這張是晚上拍的 幾乎要收工了 然後攝影師就說 攝影師就說你們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誇張 就來玩一下誇張啊 好 阿魯巴 阿魯巴應該就是 就是國高中的時候 就是打青少年朋友們 最愛玩的 男生裡面最愛玩的 一個遊戲 男校阿魯巴很好玩 對啊 我們那時候念男女和笑的時候 我們班很多男生也很愛在我們面前玩阿魯巴 到底阿魯巴趣味點是什麼呢 愛的表現吧 阿魯巴的趣味是什麼 所以你們是阿魯巴喜歡的人 其實我覺得 因為阿魯巴可以是個很危險的霸凌 但我覺得在我們男校或是我們團體裡面 其實他都是一個就是算是 愛的表現 可以這麼說嗎 好像可以這麼說 大家維繫感情 就是因為真的 畢竟交情要夠才會做這件事嗎 不然就是霸凌了 對 就是這兩種 就是 如果是霸凌的話 這封面就不是在笑了 就是在笑 對不對 對 好 但是這話又說回來 當天本來是澎湃的 然後因為你們太不受控了 太難以捉摸了 當天有印象最深刻 除了這最後一張照片還有什麼 跳水阿 跳水 把大家丟在裡面 文流丟吧 對啊 一二三丟阿 然後每個人都被丟這樣 對啊 原衣服直接壞掉 對 這等於真的是一路一起長大到現在的耶 可以這麼說 你也圓阿 也可能會想到阿 一路到現在 其實 因為其實我本來跟他真的沒什麼交集 進團之後才說 奇怪 我們玩團為什麼會有個學弟 那個時候就覺得奇怪 一開始組成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件事 就我也是被找來的 然後找來第一次練團的時候就 怎麼有學弟在 怎麼有學弟在 就算了 就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囉 然後還發了兩張專輯喔 對啊 不過呢這張專輯叫做我好斯文 裡面有一首歌跟斯文有關係 這叫做斯文巨秀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 等一下來跟大家介紹吧 好 好 剛剛我們在這個廣告之前聽到了 專輯裡面有一首叫做斯文巨秀 這首歌在講什麼呢 那時候我們在想這首歌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我是寫了一小篇文章 對 然後 那個內容其實稍微偏分飾技術一點 對 因為那時候覺得 那文章寫什麼你現在記得嗎 大概 就是 基本上就是覺得這世界上存在很多 圈圈鬥士 這個圈圈大家套什麼 自行想像 我不方便說 那就是在罵雙腳仔啦 對 那時候我就是 寫了一篇 用詞非常尖銳的 各種圈圈鬥士的雙標展 應該是看了很多的現況 對不對 新聞 還有可能自己的一些感受 就寫了這一篇 對 那你是發表在自己的版上嗎 還是 發表給他 對 然後 然後 他運用他的才華把它 變成一首歌 用一個比較反諷的方式嗎 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輕鬆一點 我把它憤怒拿掉了 把憤怒拿掉了 而且去 具象化 一個搞笑的方式 對 因為很多人 呃 披著正義的 袍子 好像在做 幫別人 呃 知行不義 抱不平 的動作 但其實在某個層面 他其實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那麼有道理 而且可能對別人來說 這也是一個霸凌 也是一個傷害 這 這有點像 如果以前來講 就是一個獵巫行為 是 獵巫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首歌 想要講的是這個 就是當我們在看很多事情的時候 它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單純 那麼簡單 不要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對沒錯沒錯 你的正義可能是別人的邪惡 對 就是高級的道德大旗 但是 嗯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 很容易犯這個問題 尤其是在 呃 網路 現在社群網站 對不對 大家可能覺得 我 看他PO一個東西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就留言了 殊不知可能 留那個言 他看到的可能是表面的部分 對 就是提醒大家 在做每件事先想一下 沒錯 沒錯 好想看你那篇原文 你等一下發給我吧 哈哈哈 我回去找找 回去找找 回去找找 回去找一找好不好 好 這個斯文巨獸 然後剛剛有講 專輯就叫做我好斯文 可是你們完全這個 呃我們從音樂性 完全很多唱的 就是 不是斯文這件事 如果 如果是聽不懂中文的人 會不會覺得是斯文的 聽起來 哦對 因為歌曲曲調有一些聽起來 是比較復古一點的情歌 對不對 我們就是想要把它分 分 就是我們的層次吧 嗯 所以如果 就今天腦袋就不動 純粹聽的話 還生攻擊啊 純粹聽的話 對 就是如果不聽你在唱什麼 你會覺得這是一張 好開心的專輯喔 就是好開心 然後 好甜喔 就是精美的專輯這樣 對 然後他聽起來是斯文的 嗯 然後再去想 一層一層去 go deeper 他怎麼在講這個 然後跟他為什麼要講這個 還有 我們還有沒有要講其他東西 嗯 對 其實這張專輯 它有背後的意義在裡面 不是我們表面看到的 其實就是有 在這個主題裡面對不對 是啊就是比較 還是比較多在 開一些玩笑 對 但又不是真的很開心的那種玩笑 是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專輯有被黑戴範聯播網 選作為年度十大專輯 請問Nilson 為什麼虛心的笑了一下呢 你為什麼這麼虛心呢 欸 很不錯耶 年度十大專輯耶 有句話叫他受寵若婷 太羞啦 每一個人發表一下心情嘛 謝謝謝謝 不是只是謝謝兩次 我們從萌開始好了 對啊 我們的年度十大專輯耶 其實如果 Nilson剛剛的反應是表象的話 那其實這也是我的內心寫照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受寵若驚 因為我們 我們團其實 一開始組團的時候 我們很愛去比賽 所以說 比賽嘛 就是會有評審 會有關注 那其實 就是被選為十大專輯 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比賽獲獎的感覺 登登 給你的王冠 對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它是 因為我們比過這次比賽 我們也知道這是很 很 就是很難得的事情 受寵若驚的感覺 對阿 就是其實是很 真的是感謝 雖然剛剛說不要只說感謝 但真的是感謝 好那王呢 我的話其實 當初知道那一瞬間 蛤什麼 對的確是蛤什麼 因為我知道 現在在流行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見得是選流行的 但是我會覺得 可能像 那些也很反骨 可能像 像這樣子的評選 可能還是會稍微會偏向現在的 流行的東西多一點點 對那時候我還會覺得 嗯那會被選到 其實我是蠻意外的 嗯 然後也會就是蠻開心 會覺得說 欸那其實應該是 如果只聽表象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會被選到 那我們的音樂 就真的有被聽到 所以才會被選到 所以是蠻開心的 嗯 好 那個世傑仙 好 我讓Nelso最後一個 說什麼 世傑仙 那時候指導的時候 第一個反正就是 哇 哇 對然後我再去翻一下 就是其他一樣是 十大專輯中選的 嗯 就是 就是哇 哇 有誰呢 哈哈哈哈 好啦我看看你笑的啦 就是 怎麼說 我想現在大家應該默默的在查 Hey Devin 你們做十大專輯 對對 因為畢竟我們 我們覺得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 剛出來混的小混混嘛 然後沒想到就是 嗯 啊我們的專輯可以跟 這些人那麼厲害的 大混混們 音樂錄像的出聲之獨 好 所以被選到覺得很開心 Nelson Nelson 好緊張喔 看你了Nelson 就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就 蛤 什麼 欸他們都講過了 可是 就他們三個都講過了 可是我那時候是 開心到從山上衝下 因為我們當初在做的 哈哈 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其實是 剛才講有點任性之外 其實我們是在做我們很喜歡的東西 我們沒有去想說他的後來的 你不是為了得獎或是入圍這個出發點 比如說剛剛有講到之前會參加很多比賽 對 但是是因為有一個目的性 是 但這次純粹就是做你們 想要把你們的音樂讓大家知道 對不對 對阿 因為裡面不管是一些題材 或者是說我們選用的音樂的風格 滿另類的 對然後都是在做我們其實是 我們自己的最大功因素嗎 或者是說我們最想要說 用這個方式去給聽眾去 去讓你們去猜我們到底在幹嘛 對然後 當然後續的都是非常感謝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之前不認識你們的朋友 聽這一張專輯 我好斯文會很認識你們嗎 我覺得會比上一張還要認識 會更了解 會比較接近 更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對 就是要認真聽喔 不是只是放在那天音樂 也是要認真聽進去喔 其實我鼓勵大家用自己的方式 對啦是啦 你聽到哪裡就是哪裡 我覺得這樣子剛剛好 你要是習慣放空聽 我覺得也很好 也可以 他有不同的面向 也很好 專輯裡面有一首歌的MV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 有故事 不是瑤瑤就是NO6X啊 對對對瑤瑤 瑤瑤 瑤瑤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 然後等一下來聊一下 OK 剛睜開眼卻又無蹤影 就像每天都會錯意 有她和她的眼外之一 別總在夜裡靠近 別總在夜裡試探 別這樣 你懂我所有的想要 好 專輯裡面剛有說 這一次呢 ICBO 冰球樂團推出了最新第二張作品 我好斯文 然後裡面有一首比較 性感 比較成年的歌嗎 限制級的歌搖啊搖 這首歌在講的是 講的東西喔 歌還是MV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事 對 我們先來講歌 歌喔 歌其實它的出發點是 我自己習慣創作的情境 因為我自己習慣創作就是 會半夜自己一個人 然後選飲料嘛 就是黑咖啡或是 喝酒這樣 對 然後就取決我今天晚上要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就是我基本上每個晚上都在面臨可能 不同的選擇 對兩三點那我現在到底應該要 也不想睡覺 所以創作都是在半夜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是這樣子 而且一定要喝東西 嗯 啊我剛剛對不起 沒關係 大家就喝不開車 沒關係沒關係 對 所以就是把那個情境寫下來 大概是這樣 但因為到那種 那樣子的迷流之際 因為那個也不算是清醒 就是那個神那個心那個腦袋 那個接收器就是打開 就是宇宙給你什麼東西 你就接收什麼 所以那時候想像會蠻多的 嗯 對啊 所以MV是你的想像嗎 MV是我們跟我們的好朋友導演 一起討論出來的 嗯 對 然後MV的話腳本是 其實是在寫那個男主角 去經過一些手術啦 手術 慘烈的洗禮之後 可能是去新歌禮啊或是 嗯 對 那完了之後 你看到什麼事情就會大驚小怪 因為你不能騎乎 因為騎乎會痛啊 所以他看到所有東西都會被放大 哦了解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 跟大家大概用這種具現的方式 讓你們體會一下 這個青春期的直男 看到一些理所當然的東西 會有什麼樣的發達反應 什麼樣的反應對不對 而且這MV很受歡迎耶 因為有 對啊 因為有女生 你要說為什麼 因為有流量密碼 因為有流量密碼 有很多的那個女神們 一個其實是同一個 是同一個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有覺得 是不是同一個人 白變的她 但我又覺得好像不是 白變的她 所以是同一個人 哇 你們MV拍攝手術現場嗎 有啊 有啊 開心 很可愛啊 很可愛 對 所以當初就是討論出來 就決定要這樣拍 那專輯裡面還有另外一首是No Six 就從頭唱了就是沒有流 對 對 這首歌又是在講什麼呢 No Six 這首歌也是很直男角度沒有流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幻想 甚至期待 那你很多一些 可能一些理所當然的 應該說是很日常的那種對話 可能跟女生的對話 可能像是高中時候的我們 你跟女生多講一句 你會覺得 嘿遊戲喔 大概是這樣 那No Six 現在長大了 現在長大了 有比較了解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會有啊 男生還是會有 是不是遊戲 還是一樣 是不是有遊戲 那No Six講的就是 好 你發現你沒有戲了 嗯 的心情 就是那個心情 把它記錄下來 對不對 好 那其實呢 剛剛有講到 你們第一次合作的歌 不是 經過了這半個小時 你們有想起來嗎 第一次合作是哪一首歌啊 你可以 現在我們可以每一個人 丟一點點線索來 世傑先來 我覺得你好像有想到了 沒有沒有沒有 心虛了 萌也沒印象 你不會記得 高中玩團的時候的cover吧 那如果是你們第一首 四個人都很有共鳴的歌呢 不是你們的作品 我大概知道是什麼 好來 我講一二三 你們一起 等一下 那是自己的歌還是別人的歌 別人的歌 不是你們的歌喔 第一首 四個你們都很喜歡 很有共鳴 然後很 就是它了 那也不要第一首 我們找我們最有共鳴的好了 好就是最有共鳴的 完蛋什麼歌啊 這樣講完我也沒有比較好反應 啊 最有共鳴 最有共鳴的一首歌 它可以是 題目跟我本來想的歌 有點初日 它可以是英文歌 它也可以是中文歌 它可以是韓文 它可以是日文 我們要讓它刺激 我們先那個 藝人或團體那個名稱 對 好來 那我們先來講 是哪一國的 哪一國的 好不好 我覺得盟友想法了 你先丟它是哪一國的 他們應該是美國吧 美國應該 所以是講英文喔 講英文喔 講英文喔 英文的英文的 是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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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像跟其他三個人想的不一樣 啊 這有共鳴的一首歌 美國 你確定是美國嗎 還是我給一些別的 拜託拜託 拜託 他們完全沒有想法 回歸初中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回歸初中 等一下 我問一個問題 還是美國嗎 回歸初中 等一下啦 什麼東西初中 回歸初中 那不然你再給一個提示 你再給一個提示 不會太明顯喔 你又不能太明顯 叫不好玩欸 對 我們都玩桌遊是不是 對對對 我可以說風格嗎 可以 你可以選他們的 80的搖滾 80的搖滾 你們其實還可以 等一下 80搖滾這麼多 那他們是稱為團員還是樂手 稱為團 團圓 是團喔 是團喔 你可以發問 你可以發問 來下一個 那又成一臉的嗎 對對對 他後來要降Key嗎 後來要降Key 好像 他們有降Key過嗎 那初中喔 我想一下 初中喔 是初中喔 降Key不是他的特色 好 我再給你們10秒鐘 有瘋狂換組唱嗎 要一起講出來喔 等一下啦 我不知道誰啦 10 9 初中喔 初中喔 初中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你們當初 會組成 At the beginning 對 一開始 會組成 就是因為你們喜歡這個團的歌 對不對 是嗎 是嗎 不完全是 喔不是喔 你說最初的相遇喔 那首歌是不是 好來 最初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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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三個人答對了 你剛本來以為是什麼 沒有我以為要講說 他一個 你剛才是本來要講 Bom Jovi 對啊我是確認一下 因為他說降Key啊 我一聽就知道他在講Bom Jovi 然後我想說團員還是樂壽 OK 所以那我們就要來聽這首歌囉 再講一次 好 是哪一個團 是Mr. Big The Green Team Sexy's Mind 好 繼續回到今天的Hit週末 今天請到的正式 I see Bo 冰球樂團 然後帶來他們最新的專輯 我好斯文 剛才呢 我們有講了其實專輯裡面呢 不是那麼的斯文 用了一些比較幽默的方式 對不對 然後探討了一些 現在我們每一天會經歷的一些事情 然後可能看到的狀況 當然還有你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然後這樣專輯裡面 我覺得還有一些蠻浪漫味道的歌 很浪漫耶 就是純粹的斯文 純粹的斯文 還是沒有怪羊頭賣狗肉 真的還是有一兩首是斯文的歌 不過呢 這個接下來你們也有很多的活動 在2022年 馬上緊跟著在大港開唱 沒錯 這會是我們團第一次去大港開唱 3月26、27號 對 那其實音樂季對我們來說 總是一個非常興奮的東西 是 對為什麼呢 因為音樂季人很多 大家很熱情 而且我們可以在台上做任何 失控的事情 對 失控的事情 大家都視為這只是 我們就是在嗨 而不會覺得 這個團怎麼這樣 音樂季真的是一個非常過癮的事情 好不好 這個大港開唱 剛剛有時候26、27 你們會在那邊有表演 然後呢 HeadFan呢 高頻電台 我們的HeadFan 90.1在那邊也會有攤位喔 好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1點到8點 然後我們的DJ也會在那邊 現場有很多的活動 包括我們也準備了禮物要送給大家 然後還有藝人或是樂團會在那邊 有現場的訪問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能錯過你們的表演 因為我覺得你們現場應該相當的精彩喔 是不是 現場應該相當的口無遮攔 OK啊沒關係 就把你們最原始最真實的那一面 呈現給支持你們的粉絲們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其實剛剛有講到專輯裡面有 還是有斯文的歌 有一首歌是 讓我餘生只為你唱情歌 這首歌是朋友求婚寫的嗎 為了朋友求婚嗎 還是怎麼一回事嗎 讓Nelson來講好 就是看他想要怎麼講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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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決定要怎麼講 是你求婚嗎 這首歌是我拿來求婚的 哦 哇 不演了 那他既然講這講話我就要講 不是這首歌是為了讓他求婚才寫的 是 你怎麼求婚的呢 你計畫很久嗎 其實那天會有點緊張 因為天氣不好 我跑去武嶺 然後前一天天氣蠻不好 我還怕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結果 你就把他兩個人就上去了武嶺 還是還有其他的朋友 沒有就只有我跟他 你們兩個人 對 然後 就一開始想說會有滿天星空 結果發現烏雲密布 對 因為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就直接改成 那個凌晨 然後出太陽的時候 剛好天氣超級好 哦 然後就開上去這樣 然後 好險也答應了 哈哈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會寫了這首歌呢 這首歌的曲 讓我餘生只為你唱情歌 這首歌的曲其實滿 滿 滿久之前就已經做出來了 要換我講嗎 對請王伯 需要跟我講一下嗎 好啦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張專輯一開始想要就是 想要開玩笑 那音樂的戒指 我們想說那我們就讓他走復古一點 好了 因為這種玩笑或是比較 哭手或是比較 一些很怪的東西 其實在80年代很多 那有很多超怪的音樂 我覺得好 那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我們可以用這方式來開玩笑 那我們就選了想要做老東西 然後做了幾首 覺得好像少了那個時代的那種 浪漫政權的那種情歌 沒有那個甜甜的感覺 對所以我們就先寫了旋律出來 旋律很早就出來了 嗯 出來可能至少要半年 差不多 然後才寫詞 因為我對這首歌期待很高 所以一直不敢寫東西 嗯 期待高的點是 就是覺得他就是要那麼屌 嗯 然後就覺得 當然因為 抱著期望越高 對 抱著期望越高 但相對的難度也越高 對 所以就 隔了很久了 然後後來知道他要求婚 然後想說 好啊 那你就來寫這個 就特別為他量身打造嗎 是 其實算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你是直接什麼都沒說嗎 你一定有一個開場吧 開場是 我在 武嶺外面跟他求婚 可是在外面實在太冷了 是你 我的意思是你有說什麼嗎 哈哈哈哈 你名字不用講出來沒關係 等一下 你記得嗎 等一下等一下 你已經先求了 然後再帶他到車上聽歌喔 哈哈哈哈哈哈 他其實事先就已經 聽了 然後我已經一直在暗示他了 暗示他 說我要跟你求婚囉 不是就是我一直有在鋪一些梗 可是他其實一直都沒有Cash 他就說 我們今天直接出去玩了 好累喔這樣 然後看星星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發現他實在太笨了 欸 會不會是你太笨了呢 對啊 你要先自我檢討一下 對啊 好 然後呢你先跪 下跪嗎 其實沒有耶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了 哈哈哈哈 所以 你有 你有跟他講說 那我現在要跟你求婚了 就是 對啊 願意嫁給我嗎 哦 好 就這樣喔 哈哈 我就要騎人想 然後就說 那我們上車吧 哈哈 哈哈哈哈 超怪的 上車幹嘛啦 聽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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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又想到那個 在山上然後求婚婚直接上車要幹嘛 哈哈哈哈 太冷了 OK 嗯 害羞喔 有一點 好啦 所以他馬上就說好了嗎 對啊 哦 恭喜啊 謝謝 好啦 在專輯裡面就是有這首浪漫的歌 讓我餘生只為你唱情歌 所以這句話很浪漫耶 嗯 這句話是誰想的呢 王 哈哈 哈哈 未婚妻知道嗎 哈哈 蛤 我來平凡一下好不好 怎樣 因為其實當時 王為了要寫出這樣子的歌 但因為王不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說他有請 我是 哈哈哈哈 等一下再換你平凡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不用平凡 你講一下 所以說他要請你要什麼就是 就問說他們寫一些情書 可以給他當參考 對 所以他就把情書給他看 對 他是跑去我家 偷翻你的情書 然後我們在工作室裡面 就是弄這些所謂的內容 結果 我那位伴在外面 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還說 齁你今天怎麼弄那麼久啊 很煩耶 但不得不說Nielsen是一個 某一些行為真的很復古 因為我那時候寫這東西 就是我雖然是個浪漫的人 但我不太會講這種東西 因為我出的招都很怪 對 感覺出來 對所以 寫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好啊 那就跟Nielsen要 我在猜他有寫情書 但這這這時代我覺得 是不太會有人寫情書 所以你真的會寫情書喔 是手寫的喔 沒有啦沒有啦 紀錄啦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呢 在夜深人間的時候吧 然後你就會突然想他 然後會寫下來 失憶大發 會 然後就跟他要啊 沒想到還真的要 那會給對方看嗎 他沒有 我沒有給他看 沒有 所以其實 這還是有你的想法在裡 有啊 對不對 喔 好啦還是恭喜你啦 謝謝 最後我們就要畫下一個 甜蜜蜜的Ending了 好啊 最後就來聽這首歌可以嗎 好的 好喔 那今天非常謝謝冰球 謝謝ICBO 我們要來聽這首很有巴林味道的一首 讓我餘生只為你唱情歌 恭喜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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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成歌 不為別人經典 一天一點屏凡的體會 一字一句因你而美 讓我一生只為你唱情歌 而情歌难免有曲折 唱到深刻又如何 全都只因为你才懂得